另外在花莲市的至上路上木造联动房 19号深夜是发生了火灾意外 那么警销货报赶往现场 紧急拉水线灌旧 经过一个多小时火事是完全的控制 当时逃出来住户是不断的强调 还有人受困在屋内 但索性经过确认之后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而整起的这个起火原因还需要火掉的见识来厘清 熊熊烈火直窜天际 花莲市上之路上的一间铁皮屋凌晨突然冒出火苗 就在凌晨12点多铁皮屋突然窜出火苗 由于屋主当时还没睡觉 一见到浓烟烈火屋内七个人就立刻往外逃 眼看自己的房子化为灰烬 女主人忍不住趴在地上失声痛哭 小姐小姐小姐说那个人平常住哪一间 消防队员很紧张因为住在铁皮屋后方屋主的侄女 一直都不见踪影 铁皮屋主非常着急不断引导消防队员点出失联子女房间的位置 虽然消防队员反复搜索但始终找不到失联女子的踪影 那倒查现场的时候一度有民众反映说 还有人员受困那我们立即出水线做部署抢救 那在20分钟左右已经控制火势病毒室搜索 但是持续搜索中还没有办法找到他所谓的受困人员 一度传出失联屋主的侄女最后终于取得联系 这起火警确定没有任何人伤亡 火势延烧面积超过60平 至于财务损失跟起火原因 还需要火场见识小组调查厘清 记者综合报道